Halloa 又来到我们学习的时候了 那么我们继续在对上一堂课 就是 KE Transition 第二集 Part 2 可能有些奇怪 之前在第一集就讲完了 为什么还有Part 2的呢 没错 因为呢 我们还有一个更快的方法输入法 但是呢 还没有学会这个新的输入法之前呢 我们当然是要教一个比较基本的 因为有一些观众可能就是追不上用这么快的方法 所以他就会用一个比较普通的方法来输入进去 所以今天呢 我们会教你如何用更快的方法 就是输入这个Department Account 真的是省了很多时间 我们去回这边 这个是什么快的方法呢 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的方法 在Transaction那边呢 我有讲过的 那就是叫做QuickEntry 没错了 就是这个QuickEntry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要如何才可以用到这个QuickEntry 我有一个条件的 就是有两个条件 符合就可以用它 记得吗 没错 那就是同一个Account 同一个方向 什么叫同一个方向 我们看今天我就拿一个比译 我们拿回之前你们下载的那一个Transaction的listing那边有写到的 我们现在下载的那边我们已经是进完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拿Purchase 拿Purchase 拿Purchase来试 OK 你看我就拿第二条那个25号的那一个1月25号的那个 OK OK 就是说1月25号呢我们Purchase from Quill Holdings St. Rian Perhard OK OK 所以你可以看 Purchase from Quill Holdings St. Rian Perhard Inertical Furniture 和Tech Communication 对不对 你会看到它是重复重复的 Debit Debit Purchase Credit Quill Holdings St. Rian Perhard 然后又Debit Purchase Credit Quill Holdings St. Rian Perhard 分别只是在Department那边我们要改一改 对不对 所以说它是不是已经是 达到我们的条件在那个Quill Entry那边就是 Debit Purchase OK 然后 它是在就是全部在Debit 然后全部是Purchase 所以两个条件是 Fulfill了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Quick Entry 真的是很省时间 来我们试一次 来我们按这个Quick OK 所以我们现在要锁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锁那个 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Account的 就是Purchase 没错 来我们锁的那个Purchase它 看有几块啊 我们试一下看 OK 所以锁了Purchase 我们OK它 之后 一样造就 我们也一定要进那个Batch先 就是Purchase Journal OK 然后呢是在1月的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进那个1月25号的那一条 OK 25 01 2021 OK So Purchase 我已经是锁掉了的 所以我不用再进Purchase 我直接就是进CreditSite那一边 就是Q Holding Sendrion Perhad OK So 然后那个Billing Number 我没有放到 所以你们自己给啦 我就给一个Ind 123456 OK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不用每次 你看他之前在进Counts的时候 我是不是每次这个Destation 打了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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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不用打了 它直接帮我锁了 所以我是不是省了这一个时间 这边已经省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只要过去这个直接就去Credit 是多少呢 OK 6500 它已经进了 我只要选 Eratical OK 我只要选 Eratical 之后我们就按Safe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Transition 不用再进Debit Credit 然后又要改这个Description OK So我们现在再进多一次 Q Holding Perhad 我只是进那个 供应商的 account就可以了 就是Enter 然后 数字就是3500 之后 我们就改Furniture 过后我们就Safe OK 为什么这个 它会出来 而之前对上那个Sales没有呢 因为对上那个Sales的时候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只是Safe 没有Accept 我们只是Safe Safe Safe 进完了3个的时候 我们才Accept 所以它就不会 那时候还没有接收 所以它还没有说是用了 而这个呢 已经是 你进一条 它已经是Confirm了 Accept了 就是刚才我们进那个Eratical 是已经Accept了 所以它现在会detect到你的之前 那一个Eratical的那一张单 所以它就以为 你用 就是说 重复用回那一个 这个Reference Number 所以系统就会提醒你 你是要Re-Enter过 或是要Accept 当然这个我们是要Accept 因为我们是同一张单来的 我们只是 就是我们是同一个Supplier 来了一张单 但是货 我们要分开来进 因为那个Amount 是不同部门的 所以我们就是按 Accept OK 所以第三条进完了 我们就进多一次 Cure Holding Pro Heart 这次呢 我们要进什么 就是4500 OK 所以这一次我们要改 Telect Communication OK Telect Communication So 我们再按Save 也是一样 它会重复问这个 因为 R 中资 系统 感觉到你的那个Reference Number 是同一样 它就会出现这一个Message 来提醒你 所以我们按Accept 做完了 不用按Accept的 它已经是Accept了 只要我们用Quick Entry 只要做一条 它就帮你Accept一条 自动化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吗 整个过程是不是很省时间 我已经做完了咯 做完了那个 1月25号的Cure Holding 我们下一个环节见 也是一样 如果你是刚开始看我的视频 还没有Subscribe 记得记得要Subscribe 我的Account 因为你的Subscribe 是给我很大的支持 然后记得Like 就是按那个手指头 这个这样子Like OK 就是这个Like OK 这个Like 之后呢 Share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视频 这样 就是给我一个最大的鼓励 好吧 OK 那么我们就下一回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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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